。 辣妈同台怎么穿?火丝燕像少女假惊闻气质美,黄胜衣看起就很贵妇。 Hello everybody! 。 巴拉又和大家见面啦,今天我们来看一场特别的女明星一品大战,因为这次同台的四位都是有名的辣妈。 最近,贾静雯、霍思燕、黄胜衣、邓莎四位女明星一起出现在某发布会活动,想知道辣妈们都是怎么穿衣服的,谁的衣品最好吗? 。 跟着巴拉一起看看吧,霍思燕是四位妈妈中,穿得最少女也最有少女的一个,梳着马尾便很有青春感,一件纵粉色印花莲帽卫衣,搭配了粉色风衣外套,时尚感十足。 。 下身搭配一条浅粉色短裤,一身粉嫩,果然是少女妈咪没错了。 。 脚上搭配了一双蓝色一字带高跟鞋,非常清爽,一身粉色搭配一双蓝色凉鞋,不仅能起到撞色的效果,也能为造型增加一个小亮点。 。 后来为了参加跳皮筋活动就把鞋子脱了,抱着嗡哼跳泪的声无可恋,或思燕的私服比较偏向时尚辣妈风,而且即使当了妈妈也要有一颗少女心。 。 。 而贾静文走的就是气质妈妈风,贾静文当天穿了一条单边路间的背心连衣裙,低梳的马尾显得非常有女人味。 。 单边路间的裙子有一点点性感,搭配不对称的珍珠二坠,显得非常有气质,脚上选择的是黑色尖头钉子高跟鞋,非常特别。 。 。 两人同框对比一下,是不是感觉很不一样,贾静文43岁是三个孩子的妈妈还能保持这么美的状态,很不容易。 。 比起上面两位,黄胜衣的打扮就是典型的豪门贵服装,给人一种端庄大仿的感觉。 。 黄胜衣穿了一条黑白连衣裙,上面的印花很特别有一种古典风,脚上搭配了黑色一字带高跟鞋,和裙子印花颜色呼应,完全挑不出一点错。 。 一家三口同框,因为黄胜衣是第一次参加亲子真人秀,所以养子特意全程陪同,很甜。 。 不过要说,这四位辣妈中确实是黄胜衣最贵妇,家大业大,穿得高贵大放点也是肯定的。 。 最后一位辣妈邓莎就是中国好妈妈好妻子的形象,白色蝴蝶结衬衫搭配字母薄纱长裙,非常简单的搭配,比起上面三位少了时尚感,但是一看就是一位好妈妈,很亲切。 。 虽然和黄胜衣一样都选择了黑白造型,但是穿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,邓莎的白色衬衫和沙巡略显普通,没有黄胜衣的连衣裙看起高级大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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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